喂 哎那个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嗯 喂 喂小哈 喂杨总 杨总出事了 咋啦 不要着急慢慢说 老牛从山头摔下去了 谁 老牛啊 从哪摔下去了 从山头 他有啥事不 呃就是腿摔折了 然后刚刚坐上 救护车去医院了 已经叫了救护车是吧 对对对 已经在救护车上了 去哪个医院 呃人民医院 行行行 你先陪着去一下 我们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啊 好的好的好的 哎 哎那个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杨总 哎 哎 你不是那个李总 他们的那个宛如吗 哦对 是我 那个撞到你没有 哦没事没事没事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那个主要是我今天有点着急 我有点急事我去医院 那可能走路 可能没有仔细看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如果撞到你 你要告诉我 好吧 没事的没事的 那行 那我兴趣吗 我真的有点急事很着急 我改天到你们店上给你赔罪 行行行 好 你抽了 马如 小河 哎 杨总 老刘这边医药费 住院费 我这边已经交过了 嗯 然后到时候医院 如果不够的话 你这边随时给我讲 我到时候随时转 行行行 好的 然后这段时间呢 就辛苦一下你 没事 这个多 这个医院就先召看一下 咱们该尽到的责任跟医务 一定要做好 好吧 那杨总 你回去的时候 也给员工说一下 因为最近都是 熬夜加班打灰 然后因为快过年了 让他们多注意点休息 对 要多注意安全 晚上回去 就要给他们开个 安全文明事故的会 咱们还是尽量避免 这类事儿再发生 对吧 咱们平平安安的上班 平平安安的回家 好吧 好的 然后小河 我待会再给你 赚点钱 这段时间 你老刘医院的 吃呀喝呀 你到时候都给他弄最好的 行 咱们 好的 给员工 这个关华跟温暖 择任跟义务一定要做好 行吧 你那边的工作呢 你放心 我这边暂时顶一下 保证完整正午 杨总 这段时间就辛苦一下你 在医院把老内这个事儿 给弄好 好吧 好的 那我就先回 先回公司 那杨总你回去的路上慢一点 我先上去了 你先去忙 好的 杨总 宛如 对了 刚才撞到你没有 没事 没事 那个 我跟因为确实我今天公司遇到点事儿 在医院 那个有点奇事 所以可能扯路的话 可能没怎么仔细看 那个装的装的你的话 你要给我说 嗯 没事 对了 你到医院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看你感觉这个心情不太好 我爸在工地上出了点事儿 你爸在工地上出了点事儿啊 对 你出压师忘了 你出压师了 你出压师了 差点忘了 这不是老牛的女儿吗 谁 老牛的女儿啊 对 哦 他他就是老牛的女儿啊 对对对 我们刚在病房里面看见过了 你还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我没见过我才知道 他就是老牛的女儿啊 哦 哦 那个 哦 这样是吧 嗯 哦 那个 那个宛如啊 那个 那个 你爸那个事儿 这个 呃 那个 你 你放心 好吧 那个 咱在公司这个干活儿出了事儿 对吧 然后呢 咱们那个公司该承担的 该负责的 你放心啊 这个一切的治疗费用也好 还是说后期的恢复费用也好 然后还有他这段时间 比如说因为受伤 停工了之后 工资 咱们也照发 好吧 你不要太担心 好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 我看有办法躺病房上 我也 我也什么事儿都不能做 我觉得心里面能过而已 这个 这个 不说怪你 呃 也可以理解 也可以理解 哦 对了 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个 小和呀 他是那个 这两天我安排 也是咱们公司的 到医院来 那个 照顾你爸爸的 然后你有什么事儿的话 可以直接给他说 啊 然后 或者说你有什么一些 比如说一些重要的事儿 然后你也可以直接找我 好吧 直接找我都行 行吗 宛如 这个确实不好意思啊 确实不好意思 咱们一定把咱们 哎 刘叔 咱们给治疗好 啊 恢复好 你放心 好吧 谢谢 那个小和 那个你到时候就多多多照看一下 好的 好的 好吧 好的 行 那我先走了 你们先去忙吧 你们先上去看一下老刘 好的 好的 那些 帮称一下 好吧 行行行 慢点 好好 去忙吧 嗯 牛的牛 挺巧的 小和 哎 杨总 老年车还有多久到啊 这个 这导航显示快到了吧 快到了是吧 对 全是山路 他走错了 而且这路又窄 前面有个人 哎 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来 我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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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谢谢 那个摔到里面哦 没有 哎 哎 你宛如的嘛 杨总 哎 你去哪了 上午走太太路去卖过茶叶 刚回来了 哦 卖茶叶来是吧 我爸爸自己做的茶叶 哦 老牛做的是吧 嗯 就在那里 哦 我跟小和 我们今天我们说去医院看一下你爸 然后你爸说换洗衣服要回来拿一下 对 我还没开始 拿 然后我今天刚好开了车嘛 我就说跟小和过来帮他拿一下 你快给我吧 你快给我 我们反正要去一回你家 咱们就一起回去了 没事 哎 给我给我给我 你这个给我给我给我这么重 今天在医院又怪不好意思把你撞到了 你今天又又开车又下那里 今天是我自己的问题 没事没事 那个小和你看一下车啊 好的好的 走吧走吧 我们就坐车就回去了 那我给你了 没事没事 没事 走我家到了 到了是吧 走你快赶紧赶紧把这个放下来再说 我自己来我这你先把这个放 你先把这个放 你看这怪重 来来我帮忙 哎 你俩是不是挺重的 一个人背的背这么远 还是不重 我帮你大口水 不用的 马上不用的 真不用 我可不可 很坏的 你看还是怪讲究的 哎 哎 不用麻烦你玩 没有 是我麻烦你 谢谢谢谢 谢谢你又站我回来等会还麻烦你帮我帮我帮我送衣服 没事 你看我那天在医院不是也撞到你了吗 然后今天你看开车那个喇叭声音又笑到你 我本来还说到你们电子上给你那个给你那个赔个罪的 也没撞到我呀 你看我这不还好走 行行行 那我去帮我爸爸撕着衣服 你坐会吧 你休息一会 行行行行 好 行行 好 我讲究 给 杨总你吃个橘子 哦 谢谢谢谢 你家自己种的无光害的 怪麻烦的 没事没事 哎 对了那个宛如 我前天去喝茶那个你这段时间是没上班是吧 这是请假了吗 是在家里面那个帮忙的话 我我我离职了我没在那上了 你辞职了 你辞职干啥呢 你那个 有事的话你请请那个试驾 然后你干的挺好的 我觉得你早会辞职的呢 主要是我现在我爸不是在住院吗 然后他住院他以前的话 下边回来会给你这儿你的活 他现在这些鸡啊都没人照给 我以后我妮子回来照给你这边的鸡 哦 没有人会 哎 你看你那个 哎那真的真的挺不好意思的 你看因为你爸爸工作上的事 这个导致你现在工作也没办法 那个专心的工作都辞职了 哎对了那个你妈妈呢 你妈她平时平时也是在外面做工吗 平时 我妈妈她前一位生病以后去吃了 哦哦 那个 那个宛如那个那个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 杨总到饭点 要不我回去做饭 你们把饭吃了再走 哦不用不用 我们那个着急回去呢 那个你爸爸现在一个人在医院 这到饭点了 我们还得回去 小猴得给给去给他买饭的行 然后我那个还着急回去上班 没事的没事我做得很快的 一会儿就可以车 下次吧下次吧 今天确实那个时间有点紧 有点着急 下次到你家了 那行 那下次再给你做个礼拜 谢谢 哎那个宛如 这段时间的话那个 要辛苦一下你吧 但是家里面如果有任何需要帮忙的 需要帮助的 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然后等你爸爸那边好了 如果说因为你工作上的事情 因为这段时间耽搁 可能不可能不好办的话 你到时候给我说 我跟你们李总那边 我跟他老朋友了 有些东西的话一句话的事 哎当然 如果你这个可能有其他的想法 或者其他想做其他想做的工作吧 到时候只要我能帮上忙的 这个没关系 我全力支持 好一定全力帮助 谢谢 行行行 走吧走吧 这个宛如 那我们就先走了 先给你爸爸把那个衣服给拿回去 然后你那个一个人在家的话 那个要注意安全哦 那个干活那些也小心一些 然后有有啥事 你得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吧 然后你爸那边你不用担心 那个小河那边我交代好了 一定会照看好 那你这边如果没事的话 那也去医院看见你爸 还没打 好吧 我把这边后盖了 我都回去帮他 行行行行 那我们就先走了 好吧 先走了哈 那你小心点 行行行 我们改天这个 再到你家来玩 好 走了哈 雅雅 再见 再见 嗯 好